哈囉 各位好 我是企園喔 那我們這部影片呢 是來帶大家打這次的逆襲的夏雅 哈石第一個夜陰超級有級 這次夏雅有兩個超級喔 我們先打第一個 好 這邊的話這個集資叫光子 然後你有看到軟軟這邊有這個3嗎 那這個3代表什麼 我們要拿一定數量就是指定數量的光子 就是至少要等於3啦 拿到3呢 然後帶他去戳軟軟 那戳軟軟後呢 他會開啟這個弱點效果強化 然後 下面不是說那個機器人嗎 我們就配合加速角去把 路軟軟效果強化的時候去直接戳死 大概是這樣 那你會發現其實那個門檻蠻低的 因為這隻角色是一個火屬性 然後他拳頭也沒很大 他就一樣可以直接敲死 所以變成說啊 其實這一關呢 你只要是重力板塊的角色都能上 但是因為他會有綁身地雷 所以啊 還是建議說大概會 如果你角色 嗯... 沒辦法全部掃雷的話就變成說 2重力板塊然後2掃雷這樣 那重力板塊的話 這個烏烈兒還蠻好用的 這隻徵獸烏烈兒 他這個雙加速 對於如果你沒有預言家的人 我覺得會是一個不錯的 加速衣可以拿來做使用 好 那我們這邊先去清這個 我們先把這個清掉 因為這個蠻麻煩的 好 你看這個 帶加速後直接硬戳 好 那我們一樣 記得齁 弱點強化 開弱點 對 這樣 好 然後這個螃蟹人呢 這個螃蟹機器人 螃蟹機器人的話呢 我們就是 你可以稍微用做球的方式去讓他稍微 就是把它搓 就是怎麼講 分配一下那個光子素 那你看像我這邊 假如我往這邊打的話 我可能就會讓光子吃到他 所以我這邊往右下打 然後順便去掃地雷 這樣會是 就是稍微分配一下 然後注意一下光子素 因為角色沒辦法全掃雷的話 就會是這種狀況 那如果你有越人家 就直接大膽放上去 越人家超強 然後千找啊 千找矛啊這樣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一版啊 我會建議說你可以先分配一下 你去做版 你去做版 做版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就是 這邊你先讓大家都變成2啊 就是盡量讓大家變成2啦 OK好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太多加速了 所以 都會這樣 好我們這邊就隨機應變 因為他會 復活啦 就也不用像我那麼緊 可能就分兩步驟打這樣 好然後這邊我們剛殺掉一隻馬 所以我們這邊就這樣 好這個加速的偉大 以第二格追加超級 再加上夏雅獸神話是用這個超級解 意外的比我想像中沒有那麼恐怖啊 恐怖的會在第三個超級啊 第三個超級是火力全開啊 這個超級我們還能帶兩體降臨膠 還算還不錯的 好 再來的話呢 這個夜鷹呢 一樣是跟剛剛那個螃蟹機器人一樣 那我的建議是我們先去清這個螃蟹 我們先去清那個小螃蟹 然後 這邊因為我們帶雙加速嘛 所以我會傾向說 我可能會用這種方式去 嗯 位置的話 這樣好了 我們去確保殺一隻 那 左下那隻不知道能不能殺到就是了 加速 好 加速 能在加嗎 OK 好我們這邊穩定清掉 因為他中間還有裝軟軟啊 所以他會被撿到樹 好那我們這邊就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 一樣 然後 這邊的話 好 像這樣吼 位置還不錯 來 記得就是 先開啟弱點效果強化 哇 這邊 有那個時間差啊 沒有弄到 可惡 好 沒關係 我們再試一次吼 那我們這邊要去掃雷喔 因為我們不掃雷我們會死 好 這邊雙加速應該是夠的 好 OK 帶走 好 然後再來夜鷹的話呢 我們這邊就是類似 隨機音變 但我們會盡量以一個八字型 或是一個蜜蜂的概念 好 我們像這樣 嗯 位置的話 我決定這樣打好了 類似這種感覺 加速 沒有偷到弱點 有點像在打佛殺啦 我必須講 光禮絕佛殺 好 這邊的話我決定 這邊我們一樣這樣 然後你玩預言家 你也可以稍微讓預言家做個板啊 就是讓預言家 因為預言家拳頭很大啊 你也可以稍微去做 預言家戳那一下可能敵 Man球好幾下 好 然後一樣吼 有加速還是有差 加速真的 很偉大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 這樣吧 好 OK 穩定去做消血 就是建議你啦 至少一定要帶兩個地雷 好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去稍微做個板 去稍微 去稍微做板 好 然後我們這邊穩穩的去收 這邊一樣就是 弱點效果強化 然後配合光子 這樣 好 OK 好 帶走 大概是 這樣 如果角色夠除 基本上 我自己是有那個是游隊啦 那個預言家直接 SS戳下去直接抱走 直接帶走 就是直接那一條直接 啪就不見了這樣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吼 就是 可以稍微的去讓預言家做一下板子 讓預言家等一下可以舒服一點 這邊的話我決定 這樣吧 哇 這邊不小心吃到了 好 小可惜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這邊就是趕快把他帶走啦 趕快把那個 螃蟹人帶走 那這邊的話可以這樣打 這邊因為我們加速還蠻多的嗎 對 所以可以用這種方式 三個加速的話 就有這種方法啦 加速夠多你打起來會越舒服 好 然後再來夜鷹 夜鷹的話呢 一樣 我們先去分配一下 這邊我會傾向上地獄光天打 所以我有點 恩...我想一下 這邊的話 我這邊是想讓地獄光天打 那我們就這樣好了 因為其實你這棟讓他打 也沒有比較好 說實話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輸出 好 治癒戰投擲 恩 光天戳起來說實話也還好 真的要水鼠敲可能比較有傷害 不過 對 就是稍微去努力輸出 努力輸出 好 這邊的話我決定 這邊的話我選擇 我選擇讓預言家做版好了 可是我預言家位置其實沒有很好 那就用這種方式好了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這邊去做版嘛 再來這邊就是去輸出 這邊我們用這種方式 先開弱點 然後像這種打個N字型的概念 然後注意一下那個光子喔 你不要 誤算到光子 因為你 沒算好光子的話 你這樣那個弱點效果沒打開 其實還蠻尷尬的 這種方式 去輸出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有 預言家二節嘛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用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 這個光天的S不要亂用 因為 這個是自殘 千萬不要亂用 你開下去你會死 不要開喔 地獄光天的 好 知道的話 好 這邊一樣稍微去分配一下 好像不用分配嗎 好 這邊的話我決定 用這種方式吧 好 能不能加速 再加速 OK NICE 這邊可以用帕克啦 這邊是可以用帕克的 如果你這邊比較苦手可以用帕克的去阻力 好 然後再來一樣 我們像剛剛一樣就是穩穩打 我們一步一步來 其實這個螃蟹機器人是來 吃你的光子啦 他主要是來這樣去把你的光子度消耗掉 讓你夜鷹可能比較沒辦法這樣 就是 打的時候你可能就比較沒辦法開到對的人 落點上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就 這邊我決定 這邊是3嘛對不對 所以 我這邊決定打一個大角度 然後像這樣勾 然後開SS 用這種方式去輸出 預言夾這邊2階用下去就是非常大的傷害啦 好 以上呢就是這次的夜鷹超救級第一個 那是 使重力掃雷板塊的這個 那這個隊伍就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角度就直接換上去 是會打的更輕鬆啦 好 希望這邊可以幫你們喔 那謝謝大家 祝各位都能夠成功拿到下臭神話 掰掰